冯提默点评周传雄就算了,做节目抢C位,网友真把自己当回事。 前段时间,冯提默凭借歌手去参加一个节目,这个节目叫《一口同声》,除了他还有很多乐坛的前辈, 但是邀请的歌手,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音乐人,而且能力都非常强的。 但是冯提默竟然在节目中,以评委的身份,去点评周传雄。 冯提默的会计门事件并没有影响冯提默的事业,一直处于上升期的他现在开始录制节目了。 可冯提默刚参加节目就直接坐上C位,被李旦请走,看了这期节目的网友直呼,这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。 不过节目中还是可以看出李旦的情商确实高,他抬手示意冯提默做变赏, 并且调侃他是不是应该摆抬手机在前面就不紧张了。 到底是主播,冯提默的一些规矩还不是很懂。